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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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山区的村民面临无水可吃的困境 在山阳县色河铺镇 村民只能在路边水坑取水 路边水坑里的水指望不上 家里的自来水早就停了 当地政府组组织送水车准备除水带给受灾严重的村组送水进村抗旱旧灾 这个除水带就是能收水十堆 准备上能卖出三到四千的几多用水 刚刚看了聚焦三龙的短片 那么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来 为农业抗旱临时应急打紧取水 以下哪个规定说法正确 A 只需申请办理取水证 不需缴纳水资源费 B 不需申请取水许可证 只需缴纳取水资源费 C 需申请取水许可证 并缴纳水资源费 D 不需申请取水许可证 不需缴纳水资源费 请乡村大世界栏目代表队回答 这是绕坨链吗 对 我也觉得这是绕坨链 你也可以打着板 申请办理取水许可证 不需缴纳水资源费 不需申请取水许可证 只需缴纳水资源费 好 我认为你答的是A 对不对 我们熟悉一下这个答案 熟悉一下答案 这太照了 咱们商量一下吧 给你们五秒钟时间商量 来 现场各位观众朋友 跟我一起倒数无数 来 五 四 三 二 一 打 你觉得应该是什么 我猜可能是A 首先呢 必须得有许可证 证是必须得有的 得有监管 要选择 选择完了再说 必须得有证 这样考虑一下 不能交钱 不能交钱 来 最后一遍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回答 怎么样 老几位 C C 保持 C 听何远伟的 C 你听何远伟的算适合 他们选择的到底对是不对 我们听听 我们现场六位网络达人 给出什么意见 来 我觉得既然是应急取水 我们这么善良的国家 肯定不会再缴水资源了 已经这么贫困了 既然是抗法 怎么可能先去交钱呢 那应该是几呢 A 可以给你来 A 对 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 都是A 都是A 我们三 这一边 三位网络达人 我倒觉得这个不需要申请许可证 也不需要交拿水资源 应该是 D 应该是D 对对对 D 你也是你听我的 我觉得是为了长制酒 你们选择的是A 他们选择的是D 我们坚持我们自己的 关键是 你想一想 你是按理说是不用交钱的 但是你想你要不交钱 到时候别人汉的时候 他也没血用了 对 大家能交的时候都多交点 都交点 对 这样为了以后 你这个想法还是不错的 子子孙孙 无穷无尽 我首先告诉你 虞公鞠山的精神 假如答错了的话 没有分 然后的你们的椅子 会往上升 升到这个状态 做好准备了没有 来 我们现在 到了公布答案的时候了 最终答案是什么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国务院的相关规定 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 征收管理条例规定 除为农业抗旱和维护生态 与环境必须临时应急取水等 五种情况 取用水资源的单位和个人 都应当申请领取取水许可证 并缴纳水资源费 本题属于农业抗旱取水 所以正确答案是 D 不需申请取水许可证 不需缴纳水资源费 关键 我还想捧了还不容易了 打扑了 还好 关键是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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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ul 上 上 そうですね 你们都那么喜欢看别人 在节目的阿姗子嘛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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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别伤了 别伤了 可以啦 我们太累了 如果下一把答错了 还会胜的更高 微笑字 好好好 哈哈 现在 wirklich 到了你们报酬的时候了 要是还出去 江春大世界栏目代表队 开始出题 好 好的 给他们出道难的 我们是乡村大世界的 我们是中央七套的一档 综艺类的农民节目 我们这个节目里面 要告诉你们 有与众不同的才艺标点 有你想象不到的 欺人决定 还有丰富多彩的 丰土人情 所以说呢 大世界 大乡村 如果敢秀你就来 乡村大世界 咱农民自己的舞台 来 请看 大大大鼓 天空悬崖 风铃路沧海 我等眼归来 深深的安排 一场意外 你叫人走开 故事在城外 弄散不开 看不清对白 夜中的城外 不清的存在 是我在感慨 看不清爱 是谁在窗带 把结局打开 哪帮你成年轻人阶外 都无许是谁在窗带 我送你离开 天里之外 你不生黑白 沉默年代 或许不待 太遥远的相爱 我送你离开天涯之外 你是否还在 情深河赖 生死满财 用一生寻分待 我身后的寻触 我身族的眼睛带 等下这万年都花呆 我能拼光摆 我身后的寻触 我身族的寻触 我身后的寻触 我身后的寻触 我知道这什么题了 看得很精彩 这歌是千里之外 问题是这歌是什么 对不对 对啊千里之外 那么他们可能不会 这么轻易地放过你们 我们来看看 我们要祝你们离开千里之外 我们来看看 其中隐含的问题是什么 节目中的椅子宫 是哪个中国传统剧种 里的绝活 A和剧 B 顾剧 C 欲剧 D 焚剧 怎么样 别往那边瞅 他们不会告诉你们答案的 关键是我也不知道答案 你也不要瞅我 就算我知道 我也不会说的 小老师 对我已经想到了 想到了 已经有答案了 是不是 需不需要商量一下 怎么样 差不多了 五秒钟 当然 来现场的各位观众 我们一起 到处五个数 来 五 四 三 二 一 来庭队长呢 D 闻剧 选择的是D 答案到底正确与否呢 我们稍后公布 先问一问 我们现场的网络达人 说实话 刚刚这个舞蹈 实在太美了 都要给迷住了 我看这个女孩 好像是欲言又是 有话说不出来 应该是欲剧 应该是欲剧 欲剧 你认为他们答错了 哇 应该是 我也觉得是欲剧 我觉得是京剧 其实没有 没有 没有 哎呀 朱鱼 我想说的是 不管是对是错 我们依然支持 大黄依然支持 我们的巨大赛同队 加油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正确答案是什么 来 一起来看大屏幕 演员利用道具 椅子进行的表演 称为椅子宫 椅子宫是传统戏曲的 特技之一 在诸多剧种里面 都有类似的表演 视频中的这段椅子宫 是图具传统戏 挂画中的一段节选 与主人悬挂自己 喜欢的画幅 等待心上人的到来 通过椅子来表现 内心的喜悦与兴奋 所以正确答案是 A 不具 你答对了吗 好 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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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了 生 再生就早场了 快点 再生就真生出来了 生生不息 我觉得今天的这个PK特别有意思 这边呢是以这个农业政策擅长 而这边呢是乡村文化擅长 你们两个对PK就是隔行如隔山的 我觉得这个感觉非常有意思 我严重怀疑刚才那个题 他们也不知道答案 没错 按照这个方式再走下去的话 那这个这期节目结束的时候 你们两队都升到天上去了 真的 骑龙对手啊 接下来有请聚焦三农 继续出题 好 接下来也是和我们栏目特色密切相关的 感觉 超线车辆因患巨大 入证部门涉战警察 但某些地方正义权力却成为个别人的谋私工具 罚款的理由让司机们难道莫名其妙 听司机这么问 交警的脸色立刻变了 交警拂袖而去 怕招来更多麻烦司机赶紧认罚离开 而在另一些检察站 许多明显超线超载的货车 经过这里时既没缴罚款也没卸货 只要有领车黄牛带着就顺利通过了 记者搭乘一辆超载50%的货车 与一名黄牛取得了联系 朋友与超线站领导有说有笑 显然他们之间已十分熟悉 除了固定检察站 另一种制超方式是流动执法车上路检查 司机们反映 这种制超方式使用的则是另一种潜规则 月票包月 交钱办月票 超载不受罚 花高价买了包月票 司机往往会拼命装货 最大限度的超载超限 如此制超越制越超 久而久之形成公路乱象丛生 根治此乱 重中之重在于加强执法监督 执法者不乱来 公路上才不会乱 尽管我此时还不知道问题是什么 但是我看到了乡村大世界栏目代表队的三位队员 一个是这个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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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仿佛是三个字 不知道 我们来看看问题再说 来看大屏幕 我们常说的治理公路三乱 是指哪三乱 A 乱设卡 乱罚款 乱收费 B 乱收费 乱卸货 乱罚款 C 乱设卡 乱处罚 乱扣车 D 乱扣车 乱罚款 乱开票 ABCD 怎么样啊 5 4 3 2 1 乱开票 你要是蒙着拍一个还保不准拍对了 B 乱扣车 乱罚款 乱开票 这一次答得非常快 也许越快还越准呢 这什么 我们来听听 现场网络答人有什么意见 来 我觉得是D 是 因为刚才就是D 刚才就是D 现在还是D 我告诉你真实答案 应该是C C 你怎么知道是真实答案 我感觉 你的感觉 这边网络答人有什么建议 哇 我们肥牛在打电话 应该是 第一个肯定是对的 是A 是A 我们A吧 A吧 是A A 现场的观众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有什么意见 A 全部都是A 全部都是A 几 是几 A 全部都是A 我们来看一看 诶 正确答案 可以改吗 我可以 来不及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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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有本事 你们出简单的问题 不要 你们出唯一方面的 我们认为都会简单 现在有本事 你出一道难的题 有请乡村大世界 继续出题 咱有没有男的题 有 刚才出的是女的 咱们再给他们一个生的机会 对 难道他们 请看题 无灵龙夫妇的这个魔术 最大的特点就是 道具用的是容易破损的卫生纸 而且和其他人体幻术不同的是 观众可以在四面观看 这也是魔术师自信的一种表现 非常好 人体幻术 顾名思义 就是两位魔术师在短时间内互换位置 可是 胡灵龙用卫生纸包裹住安娜藏身的铁矿 难道安娜要冲破卫生纸 和胡灵龙互换位置吗 好 好的 谢谢 掌声上 好 好 好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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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这段短片当中 隐含着乡村大世界的问题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来 魔术 在我国最早被称为什么 A 奇术 B 幻术 C 神术 D 鬼术 是不是叫好 好好 请回答 幻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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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次 B B 我刚才注意到了一个细节 刚才 案外在摁之前很犹豫的说就这样吧 没有我们说就是他了 就是他了 啊 在公布正确答案之前我们先听听现场观众的意见来 必须是幻术啊 啊 啊 又是根据你的经验 对不对 我以前也玩过魔术 对 以前也玩过魔术 对 简单的那样 好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好像没说对的样子 没有 我觉得那个是感觉 这个是直接 这是比较直接的感觉 现场观众还有没有想表达意见的 我们可能 我深入思考 我觉得这倒挺应该就是 他们这次应该会答对吧 今天这么神奇一点都不真实 那肯定像是没看到一样那么的患 这也不是我们队的支持者吧 这我们这个应该选D是鬼术 欢迎加入我们队 魔鬼队 欢迎加入我们队 来 美猴的呀 我们要表达的 我觉得肯定是A奇数 肯定是A 他们不可能答对 应该选D D D 鬼 因为魔鬼魔鬼嘛 鬼术 那个鬼他也不是那个字呀 比划都不一样 你不能因为你们最早反而让鬼就鬼术 你不能因为你们最早反而让鬼就鬼术 我觉得肯定不是B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想让我们答对 因为我想让他生 我们生也不是你的 到底要不要继续生呢 生 我们来看一下 正确答案 来 江 江 江 你 你 我觉得此时此刻 两个队的表情截然相反 因为 有三道都答错了 终于有一道队了 能不高兴吧 聚焦三龙栏目代表队 得十分 第一个环节 就是这样了 谁能笑到最后还很难说 现在我们进入第二个环节 体验答题 帮我出 加油 兄弟们 耶 你必须来 猜一下是什么 猜一下是什么 我倒数五个数 你们同时来吩咐 我倒数五个数 你们同时来吩咐 还行啊 还行啊 黄明太阳能一切皆可太阳能 本节目由黄明太阳能独家冠名播出 由淮海车辆和老村长酒联合特约播出 今天比赛获胜队获得一台由黄明太阳能提供的净水机并同时晋级下一轮比赛 相应意见团成员和支持观众每人将获得两只和一只黄明太阳能手电筒 而失利队的每位选手只能获得一只黄明太阳能充电器 继续晋级的选手还有可能获得黄明太阳能提供的太阳能手提微厨房 以及金冬冠太阳能热水机 这个环节两个栏目代表队的队长留在座椅上 明白了 两位队员走到台前来 我们一起呢 要互动游戏 然后我们的问题就在游戏当中 然后呢 由队员来说答案 由队长来执行 两个队员走到台前来 来 放我 加油 加油 耶 耶 加油 必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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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谢谢 来 我们刚才的这位网络大人已经自觉的先选择了 那么在参与游戏之前 先请你们两个队分别选出一个队员要参与接下来的游戏 好 来 你来 何一文 何老师这不是我说你你太不仗义了 是吧 你怎么能让一个女孩出来呢 因为她这个参与性比较强 怎么会参与性比较强呢 我在这把控着没问题 你看你看我 我从来就不会说 是吧 你来吧 你更厉害 你来参与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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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个游戏呢 我觉得 如果说出来的话 其实仿佛已经看到答案的样子 是吞铁球 请上道具 狗球啊 这个游戏叫趣味拔河 啊 必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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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让我来吧 你说这还用拔吗 来 这个游戏啊 我觉得我要来 我也得输 不是 这个游戏啊 如果你俩一块来 也得输 现在 这个游戏的规则 我来告诉你们 我来讲一讲 如果按这种绑法 男生应该是比较吃亏的 这样 我告诉你们 这个游戏的方法是 你们两个人 参与者 要趴在地上 要趴在地上 趴到苹果那里 谁先咬到苹果 谁胜利 趴在地上 没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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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开始 有点偏台了 有点偏台 预备 开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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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种下一个公司 终于争处了过世 今天是到伟大日子 拽下星星星给你 拽下月亮送给你 让她每天为你生气 变成蜡烛燃烧 明镜只为照亮你 把我一切都献给你 只要你欢喜 你让我每个明天都变得有意义 生命随着爱你永远不离不弃 刚才呢 我觉得那个样子 你有点胜之不武 然后呢 我们乡村大世界栏目代表队呢 有一位参与者 踊跃的自告奋勇 怎么样 有信心没有 怎么样 你来吧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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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须来 你必须来 把苹果放在这 你们不要高兴的太早 来来 跨过来 跨过来 哎呦 你俩这个绳好像都不够用的 哎呦 不是 天呐 哎 让我这么说吧 今年的日子也挺好 你们二位拜堂呢 拜堂我不怕 我怕的是过堂 对吧 刚才啊 如果是你不那么得意啊 可能还没这事呢 就是因为你太得意了 不是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刘刚上来我都不害怕 但我没有想到刘刚 把他们家老祖请来了 来 现在准备 现在准备 趴在地上 我现在气泉还来得及 来不及了 趴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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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撿下星星送给你 转下月亮送给你 让她每天为你小心 挺从来 在心理上他已经认输了 我跟你说 我发现是他没有趴着 我跟你说 来帮着摘一下 太可怕了 这是无形的压力 我还没使劲呢 我感觉我被人带走了 好谢谢 谢谢 来 刚才呢 做的其实是一个游戏 而这个游戏的过程当中呢 隐含着我们接下来的问题 请问 最早的拔河游戏 是在哪里进行的 来看一看大屏幕 A 墙上 B 田地 C 水里 D 河岸 来 转过来 现在 简单考虑几秒钟 不要往旁边看 我倒数五个数 你们同时来公布 来 现场 五 四 三 二 一 来 说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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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这边是D 请按 请按下进的按钮 C 我们就是执行选 我们的网络达人 现在可以选择座位 还有机会选择座位 要不要改变自己的座位 改变 改不改变 不改变 坚信不疑 好 我们来看 正确答案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扫描二维码 回答屏幕下方的问题 与农视网微信互动 就有机会获得 杭州启泰净水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的启泰空气净化器 和黄明太阳能提供的 太阳能手电筒 还等什么 赶紧扫啊 拔河 是我们最熟悉的一项运动 但在水里拔河比较新鲜 其实 拔河最早就是在水里 它起源于春秋后期的水战 鲁班发明了一种铅钩 来勾住对方的战船 到了唐代 铅钩变成了麻绳 人一替代了战船 也就变成了一项竞技运动 也有人说 拔河一般都在春天 意味着拔河天河 以祈求余水 你答对了吗 乡村大世界代表队 加十分 好 还行啊 可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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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是一个人生 是多么痛苦的事情 我发现在生的过程当中 这边有两位网络达人 已经跑到了这边 其中有一个人 已经来回跑了两遍了 不是我发你内心太厌暗了 你不光自己叛逃 你还拐走我们一个 来来来 他去了就是为了拐走的 接下来我们游戏继续进行 在游戏之前 请工作人员上道具 来 先把你们眼睛蒙上 先蒙上眼睛 再告诉你们 往下一点 拽一拽 往下一点 拽一拽 好 现在 这个 干嘛吧 谈谈感受吧 啊 只不定一会儿 一盆冷水都投下来 也有可能 现在 现场有惊呼 现场有惊呼 谁来着脖子 怎么动 对 先请 我们这位女孩子 伸出手来摸一摸 然后猜一猜 她是什么 动物 动物 是什么动物 小狗吗 小狗吗 你的答案是 小狗 小狗 来 来 别着急 我别来了 别着急 我别来了 必须要来 必须要来 不行 没有危险 不行 来 伸手 伸手 还导着呢 还导着呢 来来来 伸手来摸一下 你摸着呢 你摸的是女孩子 来来来 伸手来摸一下 我不行 伸手摸一下 伸手摸一下 来来来 伸手摸一下 让她来摸一下 别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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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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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东西 猜一下 猜一下是什么 如果不能猜 再摸一下 来 再摸一下 别摸了 猜一下 肉不急的 肉不急的是什么 肉 是什么 是 是活的是死的 你要不再摸一下 不摸不摸了 我想一下 这什么东西 活腿 这是豆腐 你看这根 我知道了 你看这根 笑得都高兴 我知道了 螃蟹 螃蟹 一个狗 一个螃蟹 来来来 大鹏 伸出手来 伸出手来 刚才笑成那样 好 来 把手伸出来 来 把手伸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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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儿 等会儿 别着急 有毛 有毛 猜猜是什么 来来来 过来 猜猜是什么 好毛 好豆子 笑子 现在有口 有螃蟹 有胖子 来来 我猫的是一个独 伸出手来 来 伸出手来 猜一猜是什么 猜一猜是什么 我的猫呀 拿下来 也不可言吧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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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了 我感觉是 兔子 兔子 来 现在是公布答案的时候了 请几位 摘一下眼罩 看看刚才 让你们心惊感战的是什么 我说耗子吗 对 对 属于耗子 送上的耗子 对 一个类型 你们可以现在尝试一下 用手 给他去喂一下松子 喂一下松子 来 所有的松鼠都是这样吗 对 这是经过专业训练的 他不怕人 不怕人 作业演员 没有松鼠本来 就是不怕人 有手的跑 有猫的跑 怎么样 可以拿手这样喂他 可以 没问题 来 喂一下 好可爱 好可爱 来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环节的问题是什么 来 请看大屏幕 松鼠在东北小新安岭的林区里 还有一个俗称叫 A灰狗 B灰塔 C青根雕 D树塔 选择一下 分别来选择一下 用一二三四手势来告诉我 现场观众朋友跟我一起喊 来 五 四 三 二 一 同时伸手 来 都选一 都选一 来 两位队长 请按下 A 肯定不是灰狗 我们俩太被动了 你们俩太被动了 请转过来 请转过来 好 在公布正确答案之前 我们的网络达人 还有一次选择座位的机会 有没有要选择的 你不摆那个拐弯 好 来 我们来看看 正确答案 在东北小心安领的森林里 随时可以遇到可爱的松鼠 松鼠 登陆广伴 种类繁多 它体型细小 性情轻紧 动作轻盈 拟捷 细长有力的四肢 尖锐的脚趾 和具有极强平衡能力的大尾巴 都是有利于松鼠的攀爬跳跃 贪吃是松鼠的一个弱点 遇到可口的美味 松鼠就会降低警惕 胆子也变大 人们正是利用这一点 不渐的开始利用食物诱惑 发展松鼠的人工繁殖信仰 松鼠在全世界有241种 在我国有24种 这种松鼠叫灰松鼠 属于镊齿木松鼠科 在我们邻居俗称灰狗 你答对了吗 好 两个队都答对了 分别加上十分 发现到此时此刻为止 两个队已经达到了 势均力敌的状态 而我们的体验题 刚好还有一道 这个体验题会更有意思 会更有意思 现场的观众记住了 不要拿手机去看 然后去提醒 要让他们自己来回答 而这一次我要告诉你们 当我问你们的时候 5 4 3 2 1就要回答 好 不要拖时间 然后用手指动 1代表A 2代表B C B 好 下面这道题 请看大屏幕来 如传于珠海市三道村的鹤舞 至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 它是人们模仿白鹤的神态动作 研究白鹤的生活习性 而创造出来的民间舞蹈 三道鹤舞演绎了仙鹤临门 历史 洗嘴 书毛 休息 嬉戏 归巢等七个过程 造型逼真 动作传神 哇 看到了吧 很好玩吧 今天呢 我们将珠海市三道鹤舞的传承人 请到了现场 有请 哇 Ойよ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来 你们现在两个人可以看着老先生的样子来模仿一下 看哪个人模仿的会更像 来 开始模仿 满步 一个手要动 满步 动下来 白尾巴 这个头要动 好 我后边 做毛 对了 做毛 你做帮我 来 做毛 好 我后 一句呢 我业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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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格一个动作 好 那最后一个动作来 预备 开始 起脚 三脚 抬脚 何云伟算反了 而且何云伟这落枕了 这个鸟 手掰 好 好 现在问题来了 何云伟来 来 出来 来 帮着他出来了 来 帮着他们都出来 对 现在呢 不要看着你们的队长 面向我们的大屏幕 来 面向大屏幕 来 刚才老先生 教你们模仿的最后的一个动作 是模仿白鹤的哪个动作 来看大屏幕 A 洗洗 B 啄毛 C 休息 D 归潮 来 现场的观众朋友 我们倒数回数 来 5 5 5 3 2 1 请伸手 来 这边是A 请选A 这边 请选C 一个是A 一个是C 现在呢 有请您 给我们大家 公布一下答案 刚才您 教给他的最后的那一组动作 是模仿白鹤的哪个动作 好嘞 后果要出场 密洗 坐视 擦嘴 说理 羽毛 嬉戏 那最后一个 我刚才这个 是他 休息的动作 谢谢老先生 谢谢你 谢谢 给聚焦三龙栏目代表队 再加四分 然后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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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为什么休息的时候 还一直走 休息的时候 还一直这样 一定叫战国类啊 你管他类不类啊 那是他独特的休息方式 知道吧 我们来看一看现在的比分情况 聚焦三龙栏目代表队呢 是三十分 好 香村大世界栏目代表队呢 是二十分 啊 啊 现在 请两个队的队员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来 快回来吧 想你们了 队长 我给你带回了一索毛 哎呀 还好 脚踏实 我们终于 我们终于 我们认为筋了 聚焦三龙 一负到便 瞬间 绝出胜负 五 四 三 二 一 我们听大家的 融入与共 什么我又不是猪啊 我又没说你 黄明太阳能一切皆可太阳能 本节目由黄明太阳能独家冠名播出 由淮海车辆和老村长久联合拖越播出 今天比赛获胜对每位选手 将获得一台由黄明太阳能提供的净水机 并同时晋级下一轮比赛 相应意见团成员和支持观众 每人将获得两只和一只黄明太阳能手电筒 而施力队的每位选手只能获得一只黄明太阳能充电器 继续晋级的选手还有可能获得黄明太阳能提供的太阳能手提微厨房 以及金冬冠太阳能热水机 现在两个队的比分已经出来了 聚焦三龙代表队是30分 乡村大世界代表队是20分 不过这些比分都算不上什么 因为在我们第三个环节将有风险抢答 一个60分的题 一个30分的题 答对了60分的题 就得60分 答错了就扣60分 答对了30分的题 就得30分 答错了就扣30分 谁来答60分 谁来答30分呢 要靠抢答来决定 谁抢到了题 谁就有选题权 我说预备 我说预备 大家听到开始两个字之后 再进行选择 再进行选择 早抢无效 准备 预备 3 2 1 开始 冰浩台 想达成功 哇 慢了半拍 但是呢 慢了半拍也不一定是坏事 有请聚焦三农赛表队 来选择 要达60分的题 还是达30分的题 我们人们拼了 60分 没错 60分 拼了 那么你们只能达30分的题 不 不也没有用 如果他们要答错了呢 扣60分 啊 啊 扣60分 先来看看我们的乡村大世界 来回答30分的题是怎样的 来 猪通常会用尾巴来表达心情 下面哪种方式表达猪的心情很好 A 水平摆动 B 卷成圈状 B 向上翘起 D 下锤 不动 这道题他们对答案可太正确了 什么我又不是出国哪知道答案 我又没说你 那我们这点还有谁 现在要回答问题 选择A B C 还是B 这样在你们选择之前 我们先听听乡村大世界 我们的支持观众方正拿出自己的选择器 来 参考一下观众的意见 来 A B C D 来 5 4 3 2 1 请选择 选择A的19% 选择B的49% 选择C的29% 选择D的3% 来 现场的观众一起倒数5个数 来 5 4 3 2 1 选择B 选择圈状 是表达快乐心情的状态 到底正确与否呢 如果正确加30分 如果错误扣出30分 我们来看看 正确答案 来 3要是 快 咱先别激动 我们聚焦9 聚焦三农代表队呢 先不要着急 因为你们要回答的是60分的题 他们仅仅是20-30-10 如果你们30-60就是-30 现在呢 胜负仍难预料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聚焦三农即将回答的60分的题 是怎样的 来 努力啊 努力啊 请观众朋友 请支持方阵拿出自己的抢拿器 来 山羊的眼睛 瞳孔是什么形状 A正方形 B巨型 C圆形 D三角形 来 请观众拿出自己的选择器 来 5 4 3 2 1 开始选择 你以为是什么形状 D 60分 三角形吧 我猜是三角形 你还是三角形吗 我猜是三角形 选择A 34% 选择B 43% 选择C 14% 选择D 选择D 19% 来 聚焦三农代表队 现场的所有观众朋友 来 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来 5 4 3 2 1 我们听大家的 我们听大家的 荣辱与共B 选择D 好 一战到别 好 我觉得这个题很难回答 太难回答了 应该是三角形的 他们如果回答对了 这次就彻底成功了 如果回答失败 比你们还要少上10分 没事 欠钱的不怕 欠的力度我们越厉害 瞬间 决出胜负 我们一起来看 正确答案 来 再加60分 听大家就是对的 听大家就是对的 再加60分 一天 羊的痛口不是说不行了吗 我们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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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一句不住强烈的喜悦 好了 好了 我来不服一下 最后的结果是 接代表队 从最后得分是-10分 聚焦三农代表队 最后得分是-90分 恭喜你们 晋级成功 上哪儿说理去 聚焦三农代表队 将晋级到下一场比赛 恭喜你们 继续晋级 有可能获得 黄金才能提供的 太阳能手提分入房 以及金东冠太阳能热水机 加油 来 现场的观众朋友 十一 哪里去 大吉河 十一 哪里去 乡村大吉河 好 感谢收看 本期的乡村大吉河 咱们明天再见 放我下去 真感谢 你怎么走起来的 对 你怎么走起来的 对 对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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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